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不 客人顶替位置 禁意外得知条八卦 听说附近有个怪婆婆 清澄总推着婴儿车散步 不仅模样令人毛骨悚然 还有谣言指出 怪婆婆是帮犯罪集团运货的 那么客人就好奇啦 到底婴儿车里装什么勒 小夫没放心上的 便在老板吩咐下出门遛狗 哪只给他遇见传说中的 婴儿车装上护栏而停下 然后怪婆婆还要他帮忙 看车里状况 哦哦 密得乎呦 诶 里面是个少女诶 原来少女乔舍得了医生 也准断不出的病 导致双腿无法行走 但她又想出门看花跟猫 阿嬷才趁人最少的时候外出 避免路人看到她的样子 为了感谢小夫阿嬷硬是要她留下 品尝乔舍准备的早餐 没想到这一次 哦 人间美味 不止如此小夫还发现 乔舍下椅子的方式 像是要把自己摔死一样 更令她惊讶的是乔舍懂的知识 比身为大学生的小夫还多 啊因为她只会谈恋爱 或找炮弹好友交流啊 最近有个社工妹子靠小夫好近 炮弹好友就建议她可以找那妹子 嘿咻嘿咻 撈开笑 毕竟她有对很大的车头灯不吃可惜 于是小夫把乔舍的事告诉社工新妹子阿湘 一方面是正想帮助乔舍 另方面是制造话题拉筋跟阿湘的距离 果然给小夫成功掳获人家的芳心 但就没嘿咻嘿咻到 可惜 不过两人也开始交往啦 即便如此小夫人就忘不了乔舍的好手艺 干脆把母亲寄来的食材直接拿到他们家给人家料理 反正自己也不会烹饪 这次小夫更发现乔舍没上过学 可却把阿嬷从垃圾堆捡来的书都看过十遍以上 所以她才知道很多知识 就连她叫乔舍也是以最喜欢的小说的女主角所命名而来 这之后小夫便常常去他们家蹭饭 更渐渐与乔舍热络起来 那天小夫甚至趁阿嬷睡着 偷偷带乔舍出门看看清晨以外的世界 虽然他们不小心摔车 差点让人以为小夫想谋财害命 然后乔舍也借此机会去找他的青梅猪马小混混 看有没有管到买手枪好用来防身滋味 不然前几天他才遭陌生人攻击 只因他的与众不同 好啦 回家后两人都遭阿嬷丑骂 尤其乔舍 由于他瘫痪的身体 一直以来都被阿嬷视为不完整的女孩 休想跟正常人一样 阿小夫便开始好奇他的过去 竟有小混混这得知 原来两人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小混混因为失去母爱 所以很讨厌其他小孩一有事就哭着喊妈妈 唯独乔舍不会 小混混受够这些孩子了 所以决定带着乔舍一起逃出去 没想到乔舍竟然说要当小混混的阿布 至今他都不知为何 可小夫知道这是乔舍给他的温柔 要让失去母爱的他不再孤单一人 于是小夫更加坚定要协助乔舍跟阿嬷 结果真帮他们申请到社会福利来改善环境 以后乔舍就不用像要摔死一样下椅子了 同时小夫跟乔舍更发展出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妹子就跟你走的程度 没想到一声 破坏了甜蜜氛围 哦 正牌女友来见习咯 不止乔舍看得出来 连失工的大哥也看得出小夫跟阿湘的关系 乔舍才刚萌芽的爱情就这么被斩断 晚上小夫还没事的要跟人家吃顿饭 却找乔舍气愤的拿树丢他 要他快滚 阿嬷则再次强调乔舍是不完整的女孩 别浪费时间在他身上 这之后彼此都没联络了 小夫也开始跟阿湘好好交往 并终于吃到人家 直至他毕业后去那个施工大哥的公司面试 小夫才得知阿嬷过世了 乔舍的生活也出现困难 哪只大哥话都没说完 小夫就赶紧桃油摇妹掰的骑车飞到乔舍家 关心女孩的现况 虽平时有社工帮助但到垃圾时 乔舍却请变态邻居帮忙 代价是莫乃滋 为此两人大吵一架 乔舍更要小夫给我滚 阿还真的滚喔 不好意思表达情感的他这才终于说出 其实希望小夫永远留在身边 那么更在乔舍的邀约下 两人甜蜜的黑咻黑咻漏黑咻 没多久小夫编班来跟人家同居 好究竟照顾 乔舍也露出不知多久没有的参笑 欸可是正宫阿湘也不是好惹的 男人被抢走后他就找乔舍出来谈判 只是连甩巴掌都能礼上往来 互相都有巴到很公平 不过阿湘也默默退出啦 小夫跟乔舍则正式交往 而乔舍曾对自己许下承诺 若他谈恋爱了 就要去面对最害怕的动物老虎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才有人带他去看嘛 所以乔舍很感谢小夫为他做的一切 交往一年后小夫准备带乔舍回老家见父母 并顺道去水族馆看他最想看的鱼 结果 水族馆没开 害得乔舍发脾气小夫也显得不耐烦 然而随着这趟旅程 两人关系也产生裂缝 男生想要买轮椅就象征着自己疲倦了 女生却任性拒绝要他永远背着人家 就象征着致死都要依靠小夫 对女生失去耐性的他要回老家见父母什么的自己也退缩了 既然不带人家回老家也没去到水族馆 那就照乔舍想要的 去海底世界主题的爱情摸铁住一晚 办完事后乔舍坐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着 他从深海而来 那里安静且黑暗 只有一片死急 是小夫把他从中拉出 若哪天小夫不要他自己也回不去海底 并且会向失落的贝壳漫无目的四处乱滚 这段话真是他嗅到两人会分开的节奏 果然几个月后他们和平分手了 其真正原因是小夫逃开了 不过他也真的扎找来前女友阿湘讨安慰 最后还在街上放声大哭起来 也许是不舍 也许觉得自己对不起乔舍 故事就在乔舍买了新轮椅 还电动的 以后就不用拜托别人帮忙 只是像他说的他又回到 寂静且黑暗的深海下结束了 船长认为他们的恋情没有谁有问题 只是不适合硬要在一起也痛苦 还有船长老了以后也想要他那台电动轮椅 并跟他一样载人行道飙车 如果喜欢船长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 传姐加铃铛 脸色传姐是切切卡 最后不会开车的人让我们下次见